想要祈求家庭的和乐平安 也可以多多念诵普门品 若请法师开示 地藏经容易吸引恶鬼道众生前来听经文法 若要祈求家庭和乐平安与个人修行 可以选择普门品等等经典 我们个人就是说要不要诵地藏经 如果说你只是希望说 自己的家庭祈求一种幸福快乐的话 那我们不一定要诵地藏经 因为有很多经典 像普门品之类 观世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印 它就针对说我们在人间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祈请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 灵感 观世音菩萨 因为这是它的愿力 那地藏王的菩萨愿力是在地狱度众生 那如果说我们平常以地藏经作为自己的功课的话 我们周围身边就会有这些看不到的众生 因为我们诵经都会有一份功德 那你周边都有这些灰人也想要领受这份功德的话 可是自己的家人呢 如果会不会干扰到家人 那如果说会干扰到家人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以地藏经作为一个主要的功课 因为经典有很多 不一定都要送地藏经 因为地藏经最主要是帮助第一的众生 怎么样去脱离苦难 那我们在人间的话 我们祈求自己的家庭是平安的 是幸福的 和谐的 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是千处祈求千处印 在人世间有苦难 可以齐请观世音菩萨来帮助 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 台南采访报导